欸嚕我是達爾 母親節是一個各行各業都可以大賺一筆的節日 因為大家都在煩惱 母親節該送什麼給媽媽 那今年我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想法 我想物質上的東西其實只是一個誠意 但母親節我認為不應該要給的是誠意 而是一個感動 所以我今年要送的禮物叫做 我很羨慕其他人跟自己的媽媽可以相處得像是朋友 或許因為是家庭風氣的關係 其實我跟我媽並不太熟 心事我不會跟她分享 困難我也不會向她開口 久而久之下來其實 漸漸的感覺是有一點疏遠的 我國高中的時候 當時叛逆期 也曾經跟我媽大吵過一架 一直到現在我也24歲了 有些內心話想要對她說 那現在就去找我媽來吧 呃 下個禮拜就是母親節了 有些事情其實我放在心裡很久 然後 都沒有跟你好好聊過天 比方說像我 國中高中 那個叛逆期的時候 然後其實我讓 不管是你還是誰 我讓大家都很頭痛 還好 對 然後 我記得有一次是 就是高中的時候 中間有一些摩擦 然後我講了一句很重的氣話 其實我一直放在心裡 我覺得我自己非常過意不去 哪一句呢 就是那時候你在瘋東西 然後 我就怪你說為什麼要把 什麼什麼事情跟爸爸講 那時候我很生氣 然後我就說 反正沒關係啊 我又不愛你 對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這件事情啊 呃 曾經記得後來選擇忘記了 日子比較好過啊 忘了就好了 小孩子就當五星之過 氣話講完 因為我們有時候大人也常常會講氣話 對 就可能話到嘴邊有時候 有情騎上來了 就 就出來 恩 這句話講出口之後 我就意識到說 我要完了 你說什麼 對 我就覺得說 因為其實這一句話 我自己覺得還滿傷人的 至少 我自己覺得 我很有 我很有罪惡感 我心裡滿不舒服的 然後我好像始終一直 沒有好好的 為那件事 就是不管是說道個歉 還是說 我自己觉得讲了一句不好的种话 那再来是说 因为我是家里唯一一个男生 我是唯一一个你生下来的男生 然后其实我现在也要 十月我就要满二十五了 有这么多了 就差不多 怎么会不记得 不去算啦 不去算年纪的话 会是保持青春的方法 就是我自己 还没有拿第一笔 自己赚到的钱回家里过 不要给自己压力慢慢来 因为有父母亲在的好处就是 有一个随时可以商量的地方 回家休息的地方 或者是说 可以让自己比较能够先放心的地方 因为你没有太多的背后的压力 当然也不能因为这样子就没有动力 那个压力还是要得存在 只是说父母亲永远是希望孩子顺顺利利 赚钱赚多赚少 那是在你的能力范围内 不可强求 但是你必须要努力 因为现在的环境的压力 还有经济的物价指数的成长度 不比你的压力小 所以变成说 你不只是只有在家当宅男是OK之外 你女孩子还是得去面对晚年 所以我会有礼物啊 是偷偷可以告诉你 黄爱婷的买蛋糕 就这样讲出来 那我们就大家一起拍吧 哈哈哈哈 还是要在那边讲一下母亲节快乐 谢谢谢谢 好 我更希望天天快乐 啊 这要怎么办 啊 好好好 我爱你我爱你 这是终生的职业 辛苦 就跟父母亲爱孩子一样 嗯 不会有 受外在太大的环境 有吗 八字内心呢 哎 好可以了吗 爸爸再说我就有眼睛红了 好 可以离开镜头了是吗 可以 没事哦 爸爸也就睡起来 跟我想的比较不一样哦 我原本以为会再更感性一点的 哈哈 我原本以为会再更感性一点 但是 我妈比较害羞啦 她平常话很多 可是 讲到比较感性的时候 她自己也比较 比较害羞一点 不要把自己妈妈惹哭在镜头前啊 这样 这样也不好 那 我觉得 每个人都是妈妈生下来的 那不管我们的人生过程中到底 经历了哪一些故事 最终 我们还是要回头感谢妈妈 而母亲节只是一个 我们人定出来的一个节日而已 但其实撇掉这个节日不讲 每一天都应该要好好的 把母亲节的那个初衷留在心里 因为 一年只过一天母亲节 可是365天 妈妈却都在辛苦 希望你有看到这支影片的你 也可以 抱抱你妈妈跟她说一声 Why 就是这样 我是DAR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 如果是YouTube的朋友的话 记得订阅 我是DAR 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